距离12月18号四大公投对决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朝野对决把国会上演 国民党将公投的结果视为对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倒戈成绩单 让苏院长在立法院备巡时批评这样的操作是对公投的扭曲 还批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新北市长任内多次大力反核四 没想到现在却用来做政治动争 敢不敢出来辩论 愿不愿意出来辩论 看我会怕吗 你不会啊 为什么不上来呢 希望我出来打败国民党吗 国民党立委叫证要举办公投 辩论会跟行政院长苏贞昌直求对决 如果叫证就以为我们会如你所欲 那你想得太浅 栏委轮番猛攻攻投议题 苏葵没在怕 只是只寻到一半中选会主委李靖勇默默飘上 被巡台助阵 让栏委炸锅 大家不用说这还没有邀请的时候你就上台可以吗 除非主委长要创位当院长 否则我现在执行院长 尊重委员的执行权 没有串位的问题 轮到民进党立委反击 马上做求锁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反风他在新北市长任内 明明多次公开大力反对重启核四 现在立场却180度大转变 所谓的重启核四根本是骗人 朱立伦当台北新北市长的时候 他公开多次大力反对 现在自己前言不对后语 用这样来做政治斗争 通批国民党倒戈公投扭曲 若通过还会阻碍台湾加入CPTPP 就是倒戈公投 不知道这个苏院长 这个你是不是个人跟他有什么恩怨 道理站不住 结果就把它倒往成为政治斗争 美租进口的这一题公投 能不能同意 这一定不能同意 CPTPP的脚步又往后退 决战年底公投 朝野在国会也要抢占上风 解决权的未成台报道